凌晨的街头 一个光棍老头看到吊带黑丝就去搭讪 没聊几句 女方就一扭一扭地为他带路进屋 不过这和老光棍期待得有点出入 女方戴着手套劳动 动作拘谨 光棍直呼被骗了 大喊着要退钱 可哪有那么容易会退 在服务员大喊保卫科后 老光棍只能迅速开溜 消失在那夜色里 在位于张家口市的顾家沟里 村头总有那么一排奇观景象 老光棍们成群而坐 论个长短 比个高低 叫个粗戏 别看他们都是明日黄花 但男人至死是少年 他们那些年轻时候见不得人的事 可是一个比一个多 光棍六软人如其名 他本性柔软 天生不好色 小时候家里给安排了勤使 可他却偏偏不入洞房 一心只想着喝娘睡 最后没办法 只能把勤退了 这才孤独至此 至于他耗的是哪一口 我们后面再说 光棍两大头是个狠角色 他年轻时为了勾搭小姑娘 一个不留神 手被卷进了粉碎机里 再拿出来时 就成了这副肉蛋蛋模样 这个小顾林的光棍 也不是个省油灯 年轻时为了占小姨子便宜 也没少动鬼心思 他下些关怀的名义 替小姨子热扛 结果一个不小心 炕头被烧得冒了烟 而顾林终于得偿所愿 让小姨子睡在了他和老婆中间 这正是他开游的绝佳机会 可没想到小姨子是个正经人家 根本不受勾引 被老婆知道后 便带着妹妹离开了顾林 而坐在光棍门中间 左右插画的这个男人 人称老杨 和如今的玩世不恭 丑陋为所不同的是 曾经年轻时的他 也是个痴情浪子 老杨年轻时 还是小杨的时候 就和村里的二丫头好过 浪有情 女有义 可小杨过于贫困的家庭 成了两人结婚的壁垒 得知二丫头 怀上了小杨骨肉后 当妈的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当爹的是直顶的小杨干颤 最终 二丫头堕台后 嫁给了日后是村长的小伙子 可这日子 却不像表面那么消停 岁月如刀 刀刀催人老 软了香蕉 紫了葡萄 这个抱着孩子的村妇 就是当年的二丫头 台上 二人台的婚姓戏词 听得台下人津津有味 这是村里人最大的消遣 每每唱到少儿不宜处 台下无论男女 只要能听懂的 无不孝竹颜开 被细思骚动的老杨 有些兴致勃勃 一个眼神飘过去 二丫头心领神会 趁着村长丈夫不在 把小儿子安顿好后 二丫头来到这破窑里 也是准备和老杨紧着忙活 五分钟后 见老杨尝到甜头的二丫头 赶快爬起 声称要回家看孩子 便急急忙忙离开了 临走之前 老杨准备给他拿上几个钱 算是了表寸心 可二丫头却拒绝了 这点盈头小力 他定计的是老杨的全部家当 二丫头的大儿子 即将考上大学 到时候不愁 没有用钱的地方 现在让老杨攒钱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搜刮 离开老杨家 二丫头并未回家 而是出门左拐 来到了顾林这儿 并打算传递刚刚的余温 可二丫头来得突然 顾林此时也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他也向二丫头表态 改日勤家锻炼 硬瞧硬马神功互当 定能马到成功 离开顾林 二丫头又摸到梁大头这儿 梁大头一张嘴 就是囊中羞涩 可二丫头抱着解决 村里老光棍生理需求的使命 也不在乎这三瓜俩枣 清热 春宵 拿钱 一套下来行云流水 二丫头这来者不惧 雨露均沾的本色 也不知道他的村长丈夫会怎么想 不过二丫头之所以这么做 全是为了供大儿子上大学 为了考上理想大学 孩子已经复读了两年 二丫头都想好了 这次要是再考不上 他就一直供着 反正村里男人们有的是钱 二丫头身上 也有的是能赚到这钱的本事 这群男人中 要论二丫头的正方 那必须非曾经的初恋老杨莫属 一是两人有感情基础 二是老杨相较于其他几个 歪瓜裂藻比较大方 他已经攒了五千块 而对于老杨的钱 二丫头也是势在必得 两人不光喜欢摸黑作案 同时也爱在西瓜地里痛快 可没想到 老杨办正事期间 田里的瓜被老牛啃个干净 惹得老杨只能穿个红裤头 拼命奔跑 卖瓜是老杨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一次在急上卖瓜时 却遭到了一股黑热势力的低价抢买 老杨不答应 结果就被一用而上打了一顿 尽管脸上挂了彩 吃了亏 可晚上二丫头一到 把灯绳一拉 靠着二丫头给老杨输送内力 老杨也是马上恢复了往日雄风 去急上卖瓜 担着被强买强卖的风险 而最近恰好有人来村里收瓜 这可省了他们不少麻烦 在几个老光棍的窜头下 村里每家每户凡是有瓜的 都抬到了收瓜贩子这里 可这里的门道也是多得很 但都无外乎是人多欺负人少 当地欺负外地 有的小瓜烂瓜人家不收 那好办 你就别想走出他们村了 通过卖瓜 老杨赚了不少 可没过多久 最有车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来到了村里 二丫头大儿子终于得偿所愿 考上了理想大学 现在 到了老杨掏钱包付费 未曾经的每晚春宵旅行 诺言的时刻 这件事成了老杨的一块心病 她知道 二丫头除了自己 也没少孤打其他男人 比起是把钱拿去给她 还不如自己娶个媳妇 在往后的日子里 也能老有所依 花钱买媳妇 在广旺的农村总能找到出路 没几天的功夫 就有人贩子带着女孩前来 那一天老杨家窗外挤满的人 好兄弟们稀疏到来 以及那个美好气的二丫头也来了 在这些人里面 还有一个村上的年轻人翘三 就是之前帮老杨打城里西瓜饭的 透过窗户 翘三相中了这个来自四川的妹子 其言之堪比刘若英 令人见得口水直流 当老杨从兜里掏出六千块钱时 窗外的二丫头流露出失望的眼神 可老杨不管这些 自己过得好与不好 才是最实际的问题 也不用择个凉晨吉日 当晚直接在破窑里成亲 洞房时 老杨是丝毫不收敛 脱下裤子来 把这川妹子折腾得够呛 而另一边 年轻人翘三的心里 却是白着挠心 他实在太稀罕这个低配版 刘若英了 在爹妈这里撒泼打滚 说什么也要把川妹子弄到手 老妈说那女的 是嫁了几百次的破烂货 而且已经是老杨媳妇了 这话怎么说得出口 不过爹妈还是疼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 翘三爹就敲开了老杨家的房门 希望能把川妹子转卖给翘三 一听这话 老杨是一百个不愿意 还用尿筒要往对方身上泼 总是一句话 老子爱人 不爱钱 通在一个村住着 难免三两句话不对付 可该办的事也是一见不含糊 转过天来 翘三就带着老杨和川妹子进了城 老杨来到一家理发店 刚把泡沫抓得满头都是 川妹子就一个箭步逃了出去 老杨以前到手的天鹅要飞 就带着翘三去追 即便是川妹子跑得飞快 可毕竟双拳难低四手 没跑多远就被抓住 又带回了村里 当那之后 川妹子开始茶饭不思 一次 在趁着老杨没注意的档口 川妹子拿上自己的包 便直奔翘三的家 这次呢川妹子铁了心 任凭老杨生拉硬拽 就是不回去 后来疑问才知道 川妹子正是名话有主 看上了翘三 因为这是 老杨和翘三大打出手 他们找村长评理 可清关南段家务事 更何况自己也是绿的一匹 强牛的瓜不甜 老杨自知 这不是个能和自己 踏实过日子的女人 可也不甘心 就这么便宜的翘三 最终 在吃瓜路人二丫头的 好心劝说下 老杨这才打开了心结 又以六千块的价格 把川妹子转给了翘三 在翘三叠的东拼西凑下 他们总算攒够了六千块钱 可这些老杨还没午热 就一阵迷糊地又都给了村长 让他好生供养着家里的大学生 整个过程里获利最大的是谁 不用细说 我们看客们也能看个明白 为了抚慰老杨那被掏空的灵魂和钱包 在二丫头的安排下 小儿子给老杨放了首光棍之歌 打了一杯光棍 我多活了十十年呐 光棍要喝酒啊 光棍要收烟 光棍的好处 我说呀说不完 光棍有酒喝呀 光棍有烟愁 光棍的零花钱啊 花也花不完 翘三和川妹子小日子过得红火 但却是苦了老杨 而丫头先前一到手 也就和老杨划清了界限 从这开始 老杨失去了聊以未见的伙伴 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一路坐火是来到城里的老杨不为别的 只为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大酒店进不去 老杨就来到了三部馆一条街 在对方的带领下 他走进了粉红小屋 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几轮逃嫁还嫁过后 老杨从一百讲到了八十 可接下来的一切操作 却令他有些失望 舒服是舒服 可毕竟戴着一次性手套 而看着对方的表情 总给老杨一种滑水的感觉 远不如自己主动来的痛快 对于老杨要求下的规范动作 对方是一百个不答应 老杨也是硬骨头 不答应就干脆不搞了 可退前是万万不可能的 老杨这边刚要强硬点 对方就一叫三哥 老杨只能一流烟逃走 免得再爱顿城里人的打 另一边 在翘三家安顿好后 川妹子念起了家中的父母 于是在他人的帮助下 写上了一封家书 可没过多久 这封信又原原本本地退了回来 翘三接过一看才知道 原来川妹子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川妹子当场晕厥 苏醒之后说什么也要回一趟老家 未免有去无回 翘三自然也要跟着 这两人的路费就成了棘手的问题 没钱不要紧 村里有的是老爷们 翘三娘一个眼神过去 梁大头就上了屋 想当年 梁大头的这只手 就是因开由翘三娘所断 虽然如此 可这十几年下来 两人的联系却一直未断 梁大头精冲上脑 当即就要抱抱 可却被进屋的翘三撞见 一把抓回来后举拳要揍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买摩托 取媳妇的钱 都是梁大头出的 可川妹子想要回家 钱就是最硬的道理 为了拿到钱 他来到老杨这里开门见山 赔税之后 拿钱走人 因为离开这儿 他还要去下一家 现在我们收回那个 不愿和媳妇洞房的六软 他一直是村里安分守己的典范 这次 在家绣花的他竟看到了 满头是鞋的老杨 一问才知道 老杨被翘三捉奸后 二话不说就被对方开了瓢 现在 也只能在六软家里避难了 可令老杨没想到的是 在好兄弟六软这里 他过得将会更难 六软在他身上摸来摸去 老杨顿时后庭一紧 如果再不走 今晚恐怕就要剪肥皂了 说是迟那是快 老杨便立马逃离了好兄弟的房子 六软的取向问题 让老杨有些不解 在一次闲聊时 他还特地问了这村里岁数最大的光棍顾林 顾林一听这话 灰心一笑 顾家哥的一切 他都明白得很 他告诉老杨 先天的取向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总之无解 打开话匣子后 顾林滔滔不绝起来 还当着老杨的面 说起了自己当年的风流运势 因为几个土豆 老杨娘曾和顾林睡过 就连老杨 也是顾林的亲生骨肉 不过起初老杨还信 可以听他这越说越离谱 也就全当是驴唇马嘴了 光棍有酒喝 光棍有烟抽 光棍的日子过得 啥时候能盼到头 光棍是一部出品于2011年的电影 偷情 嫖娼 同性 成了该片的艺术标签 乍一看有点纪录片的感觉 但细细品味 其中有充斥着剧型片的套路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片中那个有点吃傻的哑巴 它对于剧情推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却常常出现在镜头之中 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因为每个人 尤其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他们的记忆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难忘的傻子 低成本 小制作 本片除了饰演川妹子的叶兰 以及饰演大儿子的导演好杰之外 其余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乡下人 令我震惊的 不是电影光棍的故事本身 而是这种带有强烈原生态特点的演技 我相信 哑巴是真的傻 而那几个老光棍 在现实中 也或多或少有过角色的心理 不然在他们聊天时 不会说得那么随意 那么浑然天成 影片围绕性展开 尽管伴随着泥土的芬芳 可最主题鲜明地 对应着偷情群体的切实心理 人到中年后 男人藏着的是消遣 女人藏着的是生活 人们都走在各区所需的非平行线上 总有一点能够相交 他们可以为了利益 把头伸到车轱辱前面 也能为了利益 推开门就进了被窝 尊严在这个贫瘠的地方一文不值 但却人情味十足 就像二人台里的婚曲一样 难登大雅之堂 却足够富有生计 对于这部电影而言 与其说是对技法吹毛求疵 百般挑剔 倒不如去细心感受里面的风土人情 这是一部感受大于理解的作品 里面所展现的人情事故 将必然会被文明进程所掩盖 而导演本人 善于并敢于把这样的粗粒 茅草 金色的人文景观 展现在众人面前 我觉得 它值得众人的肯定 一目十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